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剛剛範例的一個延伸 好 他說有一個水平溫度計 那底端玻璃球體在零度C的時候體積是V0 那水平在零度C的時候體積也是V0 那上端管子在零度C的時候這個截面積是A0 那玻璃跟水的體膨脹係數分別是γG跟γM 好 這個G叫做Glass 玻璃 這個M叫做Mercury 叫做水平 那Mercury這個字有另外意思叫做水星 好 則T度C的時候管中水平柱的高度會變多少呢 各位 這個題目跟剛剛的題目有一點類似 剛剛是怎麼樣 剛剛是溢出去的體積呢 就怎麼樣 就視為比玻璃瓶體積多的就視為溢出去 可是這題不是溢出去 而是跑到上面這個怎麼樣 上面這個管子 所以他問你說在T度C的時候 這管中水平柱的高度到底多少呢 來 各位 其實這個題目呢 我們可以直接怎麼樣 直接一個式子把它解決 你要算這個高度 其實就用怎麼樣 就用水銀貨爾體積去扣掉這個玻璃球體的體積 然後去除以玻璃管的截面積 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玻璃的體積會膨脹 水銀的體積會膨脹 那注意的是 管子的截面積其實也會跟著怎麼樣 也會跟著膨脹 好 那基本上我們等一下看到 其實這個面膨脹跟體膨脹的比例呢 其實是2比上多少 2比上3 因為γ等於3α 這個β等於多少 等於2α 好 來 接下來再來 所以你再仔細看一次 這個高度就直接用水銀的體積 扣掉這個玻璃球體的體積 去除以這個玻璃管的截面積 那現在呢 因為一開始在零度系的時候體積都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把剛剛這個1加γT的1呢 減掉 跟前面這一題範例呢 有點類似 2000×1 2000×1 好 再怎麼樣 在這一題變成V0×1 V0×1 就怎麼樣 就直接減掉 所以我們就直接寫V0乘上γM 減掉γG乘上T 各位 這γM減掉γG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講的什麼呢 就是液體對容器的膨脹叫四膨脹 真正的膨脹叫真膨脹 那液體呢 在這裡是水銀 好 液體對玻璃的四膨脹系數 就是用液體的這個體膨脹系數 扣掉這個玻璃的體膨的系數 其實在這裡呢 就是用水銀的體膨脹 去扣掉玻璃瓶的 這個玻璃的怎麼樣 體膨脹 當然這個前提是 一開始在零度器的時候 大家的體積呢 V0是一樣的 所以剛剛呢 這個1加γT的1 兩項呢 就減掉了 好 這個體積呢 叫做A等於A0乘上1加βT 好 現在問題就出在於 題目呢 並沒有告訴我們β 題目是告訴我們怎麼樣 γ 各位 這裡有γG 有γM 好 那β多少呢 那β呢 我們等於要自己換算 這β等於2α 這γ等於3α 所以β只有γ的3分之2 各位 這β等於2α γ等於3α 所以β只有γ的3分之2 所以這裡把它改成叫做3分之2γG 這個βG就等於3分之2γG 好 因為這是一個符號題 所以我們這樣寫就可以了 那前面那個題目呢 它是怎麼樣 它是一個數字題 所以你把數字帶進去 在這裡的話呢 因為它是一個符號題 所以符號呢 我們最後這樣寫 就可以把它怎麼樣 把它寫出來 所以基本上呢 這αβγ你只要知道3個的其中一個 另外2個 這個倍數關係 我們就可以把它怎麼樣 把它推倒出來 好 所以這個題目呢 其實算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應用 你怎麼算這個議題的高度呢 好 我們剛剛講 就直接用怎麼樣 用體積的差去處理截面積 體積去處理截面積 算出來就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長度 好 那我們剛剛呢 也補充過 這個所謂的怎麼樣 所謂的四膨脹 真膨脹 跟所謂的四膨脹系數 所以題目不難 只是在加強大家的基本觀念 所以等一下我希望你自己在講義上 實際的這個寫一次 那仔細的去想清楚 什麼叫四膨脹 什麼叫做真膨脹 什麼叫做四膨脹系數